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典型動物 那其實我們今天會介紹幾種動物 那典型動物呢,最主要的動物有 蝸蟲、蜥蟲、桃蟲 牠們的特點就是牠們的身體都非常扁平 但牠們已經有真正的消化性 所以牠們可以有抗有肝脈 那蝸蟲呢,我們在第一章的時候就學過人家 斷裂生子 牠是屬於無性生子的什麼? 斷裂生子 那牠其實牠不會傷害人 牠是一種乳生的動物 牠主要是吃一些水溝裡面的那些 牠可以吃落葉跟結就好 那這兩個動物就跟我們身體比較有關係 一種叫做蝦蟲 一種叫做什麼? 牠蟲 牠們兩個都是很有名的寄生蟲 寄生蟲對人體有害 那你要怎麼樣才會影響吃到這個動物 就是吃到淡水的那個 濕蟲是在淡水螺 要煮熟 對淡水魚或淡水螺 一定要煮熟 然後有什麼魚是淡水魚? 就是像無鍋魚啊 對,但是要煮熟啊 牠不會生絲吧 濕水魚 淡水螺 淡水螺 淡水螺很容易有寄生蟲 所以你那個蝸牛摸到後也要洗手 因為會有蟲和軟 好 所以第一個是淡水螺或淡水魚 那第二個牠蟲在什麼地方會吃到呢? 生魚或生肉 生豬肉或生牛肉 所以要怎麼樣才不會 其實 全熟不要五分 全熟跟牛肉不是有五分 所以七分也會喔 全熟不是會太老呢 比較不會吃到因為牠有蟲軟 因為那個牛或豬牠在吃野壁的時候 在吃野生的草 那個會有蟲軟 生豬肉或生牛肉都有可能 豬一定是全熟 通常我們豬肉都要吃熟的對不對 那 我的意思是說有些時候 對,有些時候沒有煮熟就會出現 這樣可以嗎? 好 OK 所以你們只要知道這些動物就可以了 那牠為什麼牠就是一片一片的 很像那個麵條一樣 有點像米潭 對 牠這邊有些有鉤子 那系統就是一個原本的東西 好 OK 所以這是點擊洞 這個大家介紹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不會烤到 那我們介紹第二個叫做環節洞 那你就把這個 喔,環節洞嗎? 好,來 幫我 軟體動物呢 牠們的身體有貢貌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 身體都很柔軟有沒有分解 老師要不要來上個了 身體柔軟不分解 柔軟不分解 好,歡迎新同學 第二個 牠們其實可以分成三大類 一類叫做 有硬殼 有殼的 有兩片殼的 通常都具有什麼呢? 殼 具有硬殼對不對? 通常 具有硬殼 外殼 外殼 有些一絲殼在裡面 那我們就說具有殼 好,但是有意外 我們先介紹一個是 第一個 是具有兩片殼的 乾貝 殼善貝 這種補充就好 這叫做腐竹缸 腐竹缸 什麼意思呢? 牠的腿很像一個 斧頭一樣 腐竹缸就是牠通常具有幾片被呢? 兩片 兩片 二媒被 兩片被 投影不要殼 腐竹缸那個二媒被 就是牠的殼是兩片 像我們吃那個 蚵辣 或是吃那個 蛤蜊 蛤蜊 蛤蜊的殼 因為野生的是有 只是因為我們吃的 就是已經掛了 那牠為什麼不要像蛤蜊一樣 因為牠會有那個 外殼的佔空間 你去那個 你去那個雲裡 或是你去彰化那邊吃 牠是有帶殼的 或是澎湖 牠們就是這樣 有兩片殼 兩片殼 兩片殼 這種是腐竹的 那為什麼叫腐竹呢? 你如果看那個 你如果看 海綿寶寶 我知道 如果 剛剛回來對不對 真的回來了嗎? 這個呢 貝類呢 牠有 為什麼叫腐竹 因為牠呢 牠會生出 像刀子那樣 生出一片肉 有沒有看過 就像大舌頭 然後這邊有兩個水管 有沒有看過 對 這個呢就是 牠可以 因為牠主要是吸收 那個水裡面的一些 浮游生物 所以這個叫做水管 入水跟出水管 牠被撈起來就縮進去 對 牠就縮進去 那這個是牠的腐竹 這片肉就要腐竹 所以我們都在吃牠的腐竹 對 沒有我們吃牠全部的身體 好 第二類叫做 頭 叫做 腐竹肝 牠有肛門 有 腐竹是什麼意思呢 用哪裡在走路 腹部 肚子在走路 誰用肚子在走路 就是蝸牛 蝸牛呢 牠身上不是這樣啊 牠身上不是這樣啊 牠是用牠下面的那個地方 對 小瓜不上 這個就是腐竹 就是牠這個肚子叫腐竹 牠用肚子在走路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個叫做腐竹 腐竹是什麼呢 通常有幾片貝殼 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貝殼 一個貝殼 一個殼 好 這叫做腐竹肝 用肚子走路 接下來是哪一個呢 是 第二個就是我們吃的 他孔 就是那個 章魚 章魚燒對不對 章魚 還有烏賊 對 章魚沒有烏賊呢 牠能叫做頭竹肝 為什麼叫頭竹肝 對 沒錯 因為牠的腿長在哪裡 上面 下面下面 你如果看那個 像這個是什麼呢 齁 巨大無血 對 牠的呢 是這樣有沒有 這觸手在上面對不對 牠是一直這樣往 牠是倒著油喔 對 牠有十隻手啊 我這邊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三 其實有兩隻手會特別長 我這簡單畫 好可愛的 我覺得那手 因為牠的頭上是長腳的 所以牠的頭子這樣 還有誰呢 章魚哥 對不對 章魚 章魚 我這樣就這樣畫 對不對 那章魚怎麼頭在上面 那章魚怎麼頭在上面 牠的嘴巴 這出水口 牠有八隻腳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我沒有畫完 反正就是 這種叫頭之類的 這個怎麼樣 有沒有可以 沒有 可以畫掉 殼退化 無殼 無殼 其實還是有 你這個肚子裡面可以抽出一隻痛 喔 對 那就是牠退化的殼 然後是那個小卷片 對 但是牠的殼 然後小卷就是 對 小管 小管 對 好 所以同學 其實牠無殼 但是牠有一個退化的殼在牠肚子裡面 那章魚耶 章魚完全沒有 完全退化 所以只有 烏賊有 烏賊有 可是我們就說牠是沒有殼 牠退化 那牠會不會考說烏賊的殼在哪裡 不會 牠不會考那戲 這個單元怎麼會讓你知道說 欸這個有什麼 比方說這是什麼呢 這是瓜牛對不對 對 還有什麼呢 蘿也長這樣怎麼味 那個什麼 福壽羅嘛 對不對 他是外蟲 阿這個是什麼 就是貝嘛 對不對 扇貝 扇貝 或是 對啊 文革 這些都好吃的生物對不對 每一個都看起來都很好吃 對不對 阿這個就是 烏賊跟什麼 章魚 說我們一般吃的都是烏賊 不一定啊 章魚也會知道 好 OK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是軟體公務 軟體公務呢 牠們其實是很高等中 牠們很聰明 好 像以前 以前有一陣子就是那個 足球賽 都會叫一個章魚保羅 預測誰會贏 對不對 好 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看一下有什麼重點 好 所以牠就說 你看牠被聽到說 烏賊的殼很小 退化了 知道嗎 牠最近有沒有殼 牠其實有 只是牠退化了 但是 完全沒有是誰呢 章魚 章魚 應該不會口那麼細啊 但是你大家知道了 好 OK 那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OK 好 OK